講到數位訊號就是一個0或一個1 那我們就必須講它的單位 所以它的單位呢 第一個就是課本第九頁的叫位元 bit 跟位元組 byte 那我知道大部分的應該都知道 但是我們就很快帶過就好 這個位元就是一個0或一個1 我們把它叫做位元 那八個0跟八個1就把它叫做位元組 我想這個應該大家都曉得 那一般我們記憶體用的單位 就是KBMB或GB 我想這個應該大家也都知道 這沒有問題吧 不要浪費時間 沒問題 好 現在有個問題是什麼呢 有個問題是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位元組要是八個位元 你為什麼定義八個0跟1是一個位元組 那答案在這邊 你有聽過全形式跟半形式嗎 來 八個0跟1有多少排列組合 八個格子 每一個格子都有0跟1兩種可能 最後是乘起來對不對 所以答案是256種排列組合 好 在座當然不是每一位都是念過功成的 大部分都沒有念功成 但是呢 不要跟我說 你這一輩子沒有聽過排列組合這個東西 排列組合是高中數學 OK嗎 可以啦 奇怪了 怎麼大家的反應好像是這輩子 真的沒上過這種課 糟糕了 所以256種排列組合 那各位還記不記得 電腦呢 它只認得0跟1 可是你的鍵盤上 不是有ABCD還有一些符號嗎 所以電腦怎麼知道 所以我必須要做一種對應的關係 你看這張表 當我在鍵盤上KeyA的時候呢 真正送進電腦的是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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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以對電腦來說 它就是用這一個0跟1的排列組合來代表A 這個來代表B 以此類推 這樣可以嗎 這個在課本的第11頁 這一種編碼叫做ASCII碼 我想再做大部分的 因為ASCII碼這個東西在我們 電腦剛發明的那個時候還蠻熱門的 那個時候 寫程式或是什麼都要去查這個表 這個表子取了一小部分 但我的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我給你這個觀念 你在鍵盤上Key的任何一個符號 英文、數字 它對應到電腦裡面 就是一個0跟1的排列組合 所以我剛剛不是說嗎 0跟1本身沒有意義 但是0跟1的排列組合 代表一個文字 代表一個照片 代表一個聲音 就這個意思 可以嗎 好 256個夠不夠 你去看看你的鍵盤 英文鍵盤上有英文字大寫小寫 數字 還有標點符號 對不對 所以呢你把這些加一加一定不會超過256 所以科學家當初就定義一個位元組 就是8個位元 因為剛好可以儲存一個半形字 這是它的理由 可以嗎 好那是英文 那中文怎麼辦 中文就不夠了對不對 所以科學家後來就定義了全形字 全形字有多少個位元呢 全形字有16個位元 就是16個0跟1 所以有多少排列組合呢 我們2的16次方是多少 65536 65536 來 中文字有多少個 無數個 不多啦 無數個沒有啦 沒有啦 你去把康熙字眼拿來也沒那麼多啦 所以 6萬多絕對夠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把 中文字這種 把它叫做全形字 就是因為它有16個0跟1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們現在是不是能夠把 英文字跟中文字還有0跟1串起來 當你在鍵盤上敲一個中文字的時候 其實電腦的記憶體你記得是什麼 16個0跟1 而且那個對應是1對1的 所以 當你敲某一個中文字 電腦就會記錄某一串 16個0跟1 不同的中文字就是不同的0跟1排列組合 這樣可以嗎 當它秀給你看的時候 經過一個轉換的動作 螢幕上就秀給你看 好 好 這個是很基本的 那 電腦裡面呢 只認得0跟1對不對 我們把這種程式 叫做 第10頁的中間把它畫起來 我們把它叫做機器語言 第10頁的中間 呃 我們有人把它叫Machine Core 有人把它叫Machine Language 反正呢 就是機器看得懂的語言 就叫機器語言 基本上就是只有0跟1 講到機器語言呢 就一定要講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叫做 嘿 Matrix 駭客任務 有沒有人不知道駭客任務在演什麼 真的有耶 真的有人看駭客任務 從頭看到也不知道他在演什麼 怎麼那個人這樣 登登登登登登 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個駭客任務演的是一個大電腦對不對 那個電腦叫做Matrix嘛 就是它叫母體啦 其實就是講Matrix嘛 那這個基努里維呢 就Nio對不對 它本身就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病毒也好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超級程式 它進到那個Matrix之後呢 它看到的一切 正常應該看到的是一面牆壁 但是它看到的就是一堆0跟1 還記不記得它的電影裡面有那個畫面 為什麼它看到0跟1 因為它就是一個超級程式 它可以看到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子彈打過來的時候 它手一伸那個子彈會停下來 這樣聽懂嗎 所以你如果要了解程式 我這樣講啦 Matrix這部電影 只要是寫程式出身的人 都覺得那個導演真的是創意 太有創意 那個編劇跟導演太有創意 但是你不是寫程式出身的人 就比較沒有那麼深刻的感受 所以我的同學只要是念志工系的 都覺得那部電影非常棒 但是不學志工的可能有的覺得普通 有人是根本看不懂的 好這個我們講機器語言 人類習慣用的是實境位 什麼叫實境位 0123456789 再來呢 10 10就是10嘛 所以等於是個位數清空變0 然後進一位1 這樣可以嗎 好 可是電腦懂得實境位嗎 不懂啊 不懂啊 我們一直強調 電腦只懂什麼 0跟1嘛 所以呢 電腦只懂0跟1 那請問你怎麼把實境位變成二境位呢 所以呢 我把這個叫做二境位編碼 其實它並不是真的編碼 它是一種轉換而已 但是 我並不想在商學院講什麼叫做編碼 你如果有興趣去看訊號處理的書 就是什麼非歸零碼 什麼碼 什麼碼 那個講到昏倒 那個你也不會有想聽 就請你想像實境位編二境位就叫編碼 類似那個觀念 來 實境位的0 二境位是不是00 1呢 10 2呢 對不起 1是01 2呢 10 那3呢 111嘛 那4呢 4兩位是不是就不夠了 那不夠只好怎麼辦 只好變三位嘛 就進位了 所以4是100 5是101 6是110 7是11 那8呢 又不夠了 再進一位 所以8在這裡 是不是變成1000 以此類推 到15是4個1 16呢 再進一位嘛 所以呢 基本上 實境位的數是可以經過一個轉換 變成二境位的數 好 那 那叫你背這個表當然是不可能嘛 你也不需要那麼辛苦 在電腦裡面呢 基本上呢 有一個軟體 來 這個應該各位不陌生吧 這個以前在電腦裡面就有這個小算盤 對不對 你要怎麼去轉換十境位跟二境位呢 你只要呢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十六境位 十境位 八境位跟二境位 所以呢 你只要選十境位 隨便給一個數Q 你給一二三 然後你點這個二境位 它自動幫你把一二三轉成二境位 可以嗎 所以課本上一百 十二頁就告訴你 這個一二三就代表 一一一一一零一一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當你在電腦上面呢 Key一二三的時候 你的鍵盤不是可以Key一二三嗎 你的電腦認定你Key進去的不是一二三 是多少 一一一一一零一一 好各位 假設你今天要用電腦計算嘛 加一好不好 各位告訴我一一一百二十三加一是多少 一百二十四 對不對 那電腦不懂喔 電腦只懂一一一一零一一零一一加一耶 答案是多少 一加一是不是進位 變二嘛 因為只有零跟一嘛 那二只好進位啊 所以是不是進一位 進一位之後糟糕又是一 一加一又變二 是不是再進一位 所以最後答案是多少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零零 有跟上嗎 這個行為跟十進位是完全一樣 只不過差別是十進位是到九才進位 對吧 到九十才進位 但是二進位是到了一就要進位了 那最後呢 你如果用這個小算盤去check一下 你就會發現這一個 就相當於是一百二十 可以嗎 因為我現在弄不出小算盤了 就不用真的算給你看 你回去自己試試看 一百二十四 是不是一一一一零零 一定是 所以這個概念在告訴你什麼 是告訴你當你在鍵盤上 用十進位在運算的時候 電腦實際上是做什麼事 他在用二進位幫你算 但是算完之後 他會把結果換成十進位 所以你沒有發現 所以我講了老半天只是在告訴你一件事 電腦他就是處理二進位運算的一個機器 這樣可以嗎 你看的是十進位 你看的是照片 看的是聲音 好 這個叫做二進位編碼 簡單講到這邊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我們次數不用 G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